開始了嗎 是的 我們現在在辦公大樓 照一下 你看周遭全部都是辦公大樓 我今天要來介紹的這個物件 對 就是辦公大樓 但是它是開放空間 完全都還沒有裝潢 對不對 對 它只有地板 地板重新貼過 然後油漆 它全部天花板 天花板都噴音 油漆了 然後冷氣它也 它也都裝好了 冷氣也都裝好了 只差裝潢 天花板的裝潢跟隔間 其實我覺得它沒有裝潢 讓我感覺到是什麼你知道嗎 好現代感喔 工業風 對 工業風 好啦 它的空間就是這麼大 非常大 50幾坪 市內有50幾坪 而且四面都是窗戶 只有這一面牆而已 因為這一面牆 這一面牆就是那個外面的外牆啦 不是 是另外一棟 另外一棟嗎 對 好喔 緊連的外棟就對了 對 看一下這邊還有什麼 這一個應該是木頭的 我覺得這應該是羊仔外推出去吧 呃 會不會 我不確定咧 不確定那就 對啊 就是先 我們的感覺是這樣子啊 不一定 好吧 因為看天花板不太像 對啊 天花板是一體的 對啊 那我就不知道為什麼看它隔這個 那我們先看它的廁所 辦公大樓一定有他們的廁所 但是一定不是在辦公室裡面 是在外面 其實它本來在辦公室裡 啊後來咧 它後來改到外面 會不會就是這一個 不是 在這邊 它本來齁 呃 廁所從這邊進出 本來廁所從這邊進出 喔 了解 它把它裝潢做起來 它把它 廁所改到後面這邊 好 等一下 這個是他們的電信箱吧 對 這都換新的 全部都是新的 喔 總開關 好 都是換新的 你看 嗯 管線 好啦 我們看一下廁所 這是電梯 它的電梯 然後它的門的外觀 看一下吧 嗯 OK 它是密碼鎖的 對 一層一戶 我們就一層就我們這一戶 辦公室 對 那這就是我們的廁所了 廁所它本來門在這裡 噢 了解 出入口在這裡就對了 對 如果有需要 還是可以改回室內 好吧 嗯 廁所都重新裝潢 新的 嗯 連廁所都是新的 好的 那廁所的男生的小便宏 在這邊 有兩座 OK 那現在我們來看一下那個外面 這個 我剛好注意到這個 這個是那個 淘身口 哇 那邊不能帶過去 好吧 好吧 就這樣子 那我們要到樓梯下去了 對不對 電梯下去嗎 電梯從這邊下去 OK 等一下 呃 我們 還沒有講耶 對 總價多少 總價是1坪27萬 總共幾坪 總共79坪 2100多萬 那這樣算貴還是便宜 嗯 算中整價位 中整價位 有些有 這邊附近很多開價是30幾萬的 哦 那這樣便宜了 那有一些開價是20出頭萬的 但是我們這個算是中 中間價位 因為我們這第一個我們有 其實也算有裝潢 然後 呃 但是缺點是喔 我們的井位是在另外一棟 所以 呃 收信是在另外一棟 要在另外過去拿信會比較麻煩 我們等一下鏡頭 對 那我這邊關著 好 我們還沒有 等一下我們還沒有帶全部的井 好 那你帶一下 呃 我們全部的井是怎樣 它是L型的 呃 非常的大 呃 全算有79坪 呃 室內大約有50幾坪 將近60坪 它的公設並沒有很多 可以關了嗎 對 我們現在在8樓 你知道它這個總樓層是多少 12樓 12樓 好 而且它有車位 它有一個機械式的車位 喔 好喔 來 8樓到了 它這個電梯也還算蠻新的 之前有幫過這是勇大電梯 第一名的電梯 第一品牌 第一名的 台灣的最有名的 嗯 嗯 那 看起來還蠻新的 剛剛我們不是說要去警衛試看看嗎 順便看一下街景 可以啊 我們就在櫻財路跟台灣大道 交叉入口 好喔 好啦 這是我們的出入口 就是辦公的出入口 就是辦公的出入口 那一條就是櫻財路 對 那我們辦公的出入口也是要密碼手 對 那我們的警衛是往這邊往前走 然後我跟各位介紹一下 這邊前面 前面就是LOVA 對 這一個橫的呢 是台灣大道 然後呢 這一條往前直走的話是櫻財路 警衛是在這邊 對 好 好 那我們再往前走 這邊 一般過馬路都要走 隨行步道 那 這一間啊 基本上是 兩千一百多萬的一個辦公大樓 如果說 你說問我說好不好溢價 其實這個也算是投資客的物件 因為它有整理 有整理 所以價位算是比較 公等價位 對 這邊 旁邊還是有 有那個 街油 對 街油 但是不多啦 那都是地下道 大部分還是有 看得到啦 看得到街油 對 街油 但是不多啦 我們現在要往公益路這個方向 這邊是這裡的地圖 對 好 我們剛剛的地點是在這邊 那個 在這裡啊 對 這裡 我們剛剛位置在這邊 對 就是我們大樓的位置 然後我們大樓寫對面就是這一棟中國信坡 好 我現在 看一下 這是我們大樓的外觀 我現在就是帶大家來認識一下 這就是我們大樓的外觀 對 這一棟 對 好 那如果 你們有興趣 最大 有在找辦公大樓的 就跟我們聯絡 對 我們以後還會再拍一些辦公大樓 雖然 辦公大樓很少人在找 我們瀏覽率也很低 但是還是有這種客群存在 還是有這個市場 對 還是有 只是不多啦 那我們盡量把我們的物件 廣泛性的推薦給你們 有興趣 等會來找我們 對啊 還是一樣就是繼續支持我們 跟我們那個按讚 分享訂閱 謝謝 謝謝大家的支持 謝謝爸爸 謝謝大家 以及歡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